小培保健 今次的系列叫做 小培保健 專門針對 神經系統的保健 大家好,我是卓健明家的神希 都知道大家對於 顧博士的影片 都比較多問題想諮詢顧博士 今天抽出大家都比較 關心的問題問一問顧博士 首先第一個問題 現在有一個傳媒 針對顧博士的 勤賽素的產品 就說你裡面沒有勤賽素 那博士,你對於這個子學 有什麼回應呢? 一般要分析一些產品的純度 或者的雜質 就會用一個方法 叫做HPLC 譬如說你現在想分析 在一個飲品裡面 有幾多%的維他命C 那你就先用純的維他命C 就找到一個叫做Peak 升起身表示那裡有維他命C 所以在維他命C 它有幾多分鐘之後 就找到這個Peak 那之後你就注射飲品進去 那如果這個Peak是小一點 就是說它可以量到有幾多% 譬如說現在 你就把這隻產 搞到爛了 融了 那之後就 將整個產的成分 就注射去分析儀裡面 因為產裡面除了維他命C 有其他的東西 於是就有很多很多的Peak 代表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不是每個 很多好東西都是同時 在不同的位置 有些可以是同時 一個retention time 那如果你說 那個芹菜素 就算它不是提算了 是由芹菜粉來做的話 就算是這樣 你起碼都有些芹菜素在裡面 怎麼可能完全沒有的呢 是嗎 我現在不是說 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正常的芹菜裡面的芹菜素 有些是提算了 提算了10倍的芹菜素 那起碼這裡都有一個Peak 它沒有 它沒有 就是說這個分析的時候 那個靈敏度是低到 它連正常都Peak不到 應該會有一個小小的Peak 就算它沒有提算了出來 所以就質疑 它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它的靈敏度調到很低的 低到它連根本 這個是什麼它都不知道 沒有嘛 什麼都沒有 本來就是很雜跡的 很多雜跡 它連雜跡都沒有 是嗎 英國的retention time在這裡 它連這些地方都沒有 就是它硬要把雜跡的靈敏度 調到很低 那就是說 這個都不公平 就是比賽 你在比較的時候 它的純的芹菜素就這麼高的 它正常來說 就可能少少芹菜素 它那個小小都找不到 那你怎麼可以 將香蕉和蘋果來比較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就覺得它做了手腳 那關於那個保健食品那些 當中純度有多少呢 都有讀者問相關的問題 就是說 阿博士平時介紹健康食品 可不可以在食物中攝取的 譬如蘋果果膠 可不可以吃蘋果就可以攝取的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很多的成分 我們有一個叫臨界點的 譬如說你吃辣椒 你去到臨界點之下 你不覺得它很辣的 雖然它有少少辣椒在裡面 但當你很多辣椒 覺得很辣 即是說去到臨界點 即是你的純度很高的時候 你就有感覺在這裡 那維他命絲都是的 譬如說維他命絲 外面就說你一天吃 一千個單位 那如果你吃一個單位的維他命絲 譬如說 你喝一個匙巾這麼多的橙汁 會不會是等於 吃一顆維他命絲的丸呢 那一個匙巾的橙汁 是很像維他命絲的 所以你要吃多些 那就用一顆丸給你 所以呢 多些當然是好些的 一樣東西都是的 不好的東西多些又不好 好的東西不夠多又不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關於鼻咽癌的影片 那有讀者就爭論了 只有病毒才會引起到癌症的 那你是不是認同這一點呢 完全不認同 其實為什麼會有癌呢 就是一個個體最害怕是什麼呢 最害怕就是有創傷 當身體一有創傷 身體就有這麼快 就這麼快去修補一個創傷 那要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所以細胞就做定一種 就是叫做月形連接數 那當月形連接數 一轉有一個細胞核呢 細胞立即一分為二 四八十六的叫增值 但是細胞又不可以容許 那個月形連接數 隨隨便便進去 所以就是細胞不停地做月形連接數 但是不停有一個蛋白質 叫做GSK 就廢了月形連接數 所以一路做一路廢 很浪費的 但是一定要有更快 就這麼快 譬如說現在這個細胞死定了 死定的時候 它就分別了一種蛋白質 叫做WNT 這個WNT就黏在它旁邊的健康細胞裡 就廢了GSK 這個字等於廢 廢了GSK 於是GSK就沒有辦法廢了月形連接數 那月形連接數 就死裡逃生 就就細胞核 那細胞開始一分為二了 那譬如說現在 那個腸裡面 腸裡面經常有一些東西刮那個腸 那有些細胞就來死了 那兩個細胞死的時候 就會分泌那個WNT 因為WNT就令它隔離的細胞 一分為二 那就填回那兩位 那當細胞碰到大家的時候 叫做Contact Inhibition 一碰到大家 那個增值的機制就停止了 所以那個腸就康復了 但是如果這個傷口 那個創傷很大 一大片的細胞死了 那時候就有很多羽形 很多WNT出來 就沒有這個Contact Inhibition 於是細胞開始癌變了 所以癌變的原因 就因為那個羽形連接數太過活躍 那有什麼情況之下它會太過活躍呢 第一個情況就是養油離機 比如說吸煙的時候那些養油離機 會引起肺癌的 那些養油離機 是可以激活這個羽形連接數 於是就會癌變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研究報告 你們可以這個研究報告的題目 它說養化性壓力呢 可以加強那個 那個藍變的風險 因為透過激活了這個羽形連接數 那鼻衣癌呢 就是一種病毒引起的 這個病毒呢 叫做EBB 叫做Epstein-Bio-Virus 原來Epstein-Bio-Virus 裡面有一個蛋白質呢 叫做EA 這個EA 叫Latent Membrane Protein EA呢 它是可以激活羽形連接數的 所以也都是卡住了羽形接數 就開始癌變了 那有一種癌呢 叫子宮頸癌 也是病毒引起的 那這個病毒呢 叫做Human Papilloma Virus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病毒呢 它的E6和E7 這個基因呢 是可以激活這個 這個WNT 是月形連接數的 所以呢 就可以 子宮頸一病變 很容易就激活了 變成癌變了 所以呢 就是 那個 那個關鍵呢 就是月形連接數 那個鼻衣癌 就是因為激活了它 比如說 那個 肝癌 肝癌的肝癌 肝癌在病毒 月形肝炎病毒 它也都可以激活月形接數 於是就慢慢慢慢 就變成肝癌了 這樣 好 多謝顧博士的解答 那問答環節呢 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日後大家有什麼想 諮詢顧博士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那我們就要找大家 比較上是比較關心呢 還有爭議的問題呢 就會問回顧博士的 那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這個呢 就是我的網子 那在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 怎樣可以 來到 我這個 諮詢的地方呢 我可以免費諮詢的 那網子呢 就可以 看得到 那些文章啦 那些短片啦 開始用得了 這個網子呢 就是 隨便個都可以的 支持卓健明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記得按這個小鐘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